亲爱的朋友你好 大家都是有缘之人 如果可以的话 恳请你加个关注点个赞 分享一下 十分感谢 第303集 高人相助 郭湘正慌忙无措之时 忽然间身后一人柔声说道 别怕 用暗器打他 当此危急之际 郭湘也不及辨别说话的人是谁 在身边一摸 击倒 我被暗器 眼见尼摩星又逼近了一步 不知如何是好 这个庄长使了一招散花式 护在身前 他手掌刚向前伸出 身后突有一股微风出道 只敢手臂轻轻一震 腕上的一对金丝芙蓉镯 呼得离手飞出 叮叮两行 撞在尼摩星的铁杖之上 这两下碰撞 声音甚轻 但尼摩星双杖竟然就此拿捏不住 两条黑沉沉的铁杖 猛向后置 碰碰两声巨响 撞在了墙壁之上 枕的乌梁上 泥灰乱落 尼摩星双杖脱手 身子随即跌倒 但他一个筋斗翻过 背起在地下一靠 借势跃起 哇哇哇的怒声吼叫 接着他黑漆漆的十根手指伸出 在半空中合身 便向锅箱扑到 锅箱大喊 不暇细想 顺手就在头发里 爬下了一枚青玉簪 仰手便往尼摩星打去 只见身后威风又起 拖着玉簪向前 尼摩星左手在前 右手在后 突见玉簪来时怪异 急忙双手齐格 接着轻叫一声 故怪的 就此便坐倒在地 一动也不动了 郭湘生怕他死神诡计 跃到郭福的身边 颤声说 姐姐快走 两姐妹站在 杨太傅的神像之旁 只见尼摩星始终而动 莫非他突然中风死了 喂 尼摩星 你捣什么鬼 郭福心想 他铁杖脱手 行动不便 此时已不用拒打 挺着长剑 上前几步 只见尼摩星 双目圆睁 满脸骇步之色 嘴巴张得大大的 竟已死去 郭福惊喜焦急 换火者点亮神坛上的蜡烛 正要上前查看 呼听庙门外 有人叫道 福妹 二妹 你们在庙里吗 七哥快来 奇怪 奇怪之极了 郭福来寻妹子 良久不归 耶律奇想起 罗游角 遭人暗算 此时 襄阳城外 敌人出没 放不下心 出来迎接他两姐妹回城 他带着两名丐帮的六代弟子 奔进殿来 眼见尼摩星死在当地 吃了一惊 他知这天主矮子武功甚强 自己也低他不住 竟能被妻子所杀 时是大出意外 就从郭福的手中接过烛台 凑近看时 更是诧异无比 但见尼摩星 双掌掌心都穿过一孔 一枚青玉簪 钉在了他脑门正中的神庭穴上 这青玉簪稍加碰撞 既能折断 却能穿过这武学名家的双掌 再将他钉死 发簪者 本领之高 实实不可思议 他转头向郭福说 外公他老人家到了吗 快行我拜见 谁说外公来了 不是外公吗 叶绿齐双眉一扬 习道 原来是恩师道了 接着转身四顾 却不见周伯通的踪迹 他知师父兴兴而闹 多半是躲起来要吓自己一跳 当即奔出庙外 跃上屋顶查看 寺下里却无人影 喂 你这傻里傻气的说什么外公了 师父了 叶绿齐回进大殿 问起他姐妹俩如何和尼摩星相遇 此人如何毙命 郭福说了 但见妹子的清玉簪 竟能将此人定死 也是说不出半点道理 二妹身后 定有高人暗中相助 我想当时有这功夫的 除了岳父之外 只有咱们外公文师 伊登大师 以及金伦法王他们五个人 法王是蒙古国师 自不悔于尼摩星为敌 伊登大师轻易不开杀剑 因此我才不是外公变成恩师了 二妹 你说助你的是谁 郭湘自清玉簪打出 尼摩星倒闭之后 立即回头 但背后却既无人影 他心中一直在没颂 别怕用暗器打他这句话 只觉话声好熟悉 难道竟是杨过 但一想到杨过 心中便说 绝不是他 只因我盼望是他 向别人的声音 也听做了他的 耶律奇相寻之时 他物自出神 竟没有听见 郭福建妹子双颊红韵 眼波流动 神情有些特异 生怕他食材吃了惊吓 拉住他的手说 二妹 二妹 你怎么了 郭湘身子一颤 满脸羞得通红 没什么 姐夫问你刚才是谁出手救你 你没听见吗 啊 是谁帮我打死这恶人吗 自然是他 除了他 还有谁 能有这样的本领 他 他是谁 是你说的那个大英雄吗 郭湘心中砰砰乱跳 不 不 我说是卢老伯的鬼魂 呸 郭福呸了一声 甩脱他的手 刚才 人影不见 定是卢老伯在暗中呵护我了 你知道 他生前 跟我是最好的 郭福将信将疑 心想 鬼神无凭 难道 卢有脚真会阴魂不散吗 但若不是鬼魂 怎的举手杀人 自己明明在侧 却瞧不见半点影踪啊 耶律奇手持尼摩星的两根铁杖 谈道 这等功力 韦时令人钦佩 郭福郭湘 宁神看时 但见每根铁杖 正中间 牵着一枚金丝芙蓉镯 晚似匠人相配的一般 这金丝细镯 乃是用黄金丝 白金丝 打成芙蓉花叶之行 手艺甚是功巧 但被人刚气内力一击 竟能将尼摩星 一对粗重的铁杖撞得脱手飞出 无怪耶律奇 为之心悦臣服 咱们拿去给妈妈瞧瞧 到底是谁 妈一猜便知 当下两名丐帮弟子 一副尸体 一持双杖 随着耶律奇和郭氏姐妹 回入城中 郭靖和黄荣 听郭福述说经过 回想试材的显示 不由得暗暗心惊 郭湘知道自己这番胡闹 又要爱爹娘 一番重责 但郭靖欣喜女儿 厚道重义 反而安慰了她几句 黄荣见丈夫不怒 更将小女儿 搂在怀里疼她 看到尼摩星的尸身 和双杖之时 沉吟半傻 向郭靖说 靖哥哥 你说是谁 这股内力 纯一刚蒙一种 以我所知 自来只有两人 可是恩师奇功 早已实施 又不是你自己 黄荣细问杨太夫 妙中动手的经过 始终猜不透 带郭福 郭湘姐妹俩 分别回房休息 黄荣想 靖哥哥 咱们二小姐心中 有事瞒着咱们 你知道吗 瞒什么 自从她北上 送英雄铁回来 常常独个呆呆出神 今晚说话的神气 更是古怪 她受了惊吓 自会心神不定 不是的 她一会儿羞涩腆腆 一会儿又口角含笑 那绝不是惊吓 她心中 只是说不出的环珊 小孩家 忽得高人援手 自会诈惊诈喜 那也不足为奇 这种女儿家的情怀 你年轻时尚起不懂 道德老来 更知道些什么 当下 夫妻俩转过话题 商量了一番 布阵御笛的方略 以及 次日英雄大宴中 如何迎接宾客 如何安排席次 这才各自安寝 黄荣躺在床中 念着锅香的神情 总是难以入睡 这女孩生下来的 当日便遭劫难 我总担心 她一生中难免会有折磨 查信 十六年来平安而过 难道此刻 却有变故降到她身上吗 再想到强敌压境 来日大难 何成百姓都面临灾难 若能及早知道些端倪 也可有所提防 而这女孩偏生性而古怪 她不愿说的事 从小便绝不肯说 不论父母如何诱导则骂 她总是小脸仗的通红 绝不会吐露半句 令得父母又是好气 又是好笑 黄荣越想 越是放心不下 悄悄起身 来到城边 令看守城门的军事开城 静往城南的杨太傅庙来